1986年,考古学家在墨西哥的一个古代遗址中 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巨人遗骨 旁边还发现了巨人使用过的石器和自制的简易床 经测量,其头颅骨高50多厘米,宽25厘米,牙齿比现代人大三倍 专家估计其身高大约在5米左右 据研究,专家认为这个头骨来自于大约190万年前 头骨结构近乎人类 唯一的不同就是它看起来超级大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这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巨人 其实人类关于发现巨人遗骨的事件不止一次 特别是在美国、非洲、东南亚地区都盛行着古代巨人的故事 1911年,在美国的内华达州的一个山洞里面 有位矿工发现了一具非常巨大的木乃伊 头发呈红色,身高大概在3米左右 考古学家对这个高大的红发巨人很好奇 于是他查阅了很多资料 终于找到了一个关于印第安人与红发巨人族的传说 传说在很久以前 美国这个地方曾住着印第安人的祖先 但突然某天,有一群红发巨人族来到他们的土地上 巨人十分高大和强悍 他们经常欺负印第安人的祖先 忍无可忍之后 印第安人的祖先发起了反抗 最后印第安人的祖先用智慧把巨人打败了 被赶走的巨人从此以后 就只能居住在森林深处的山洞里 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话 那么这具红发巨人木乃伊 有没有可能就是那时被掳获的红发巨人呢 此次,专家表示有可能 但由于年代已久 这些都无从考证了 此外,在瑞士英特拉肯的神秘公园里 也展出了一个身高达7米的巨人骸骨 它出土于上世纪60年代 由于身高太高了 甚至有人怀疑它不是人类 并把部分骸骨送到了美国著名的 史密森学会做鉴定 由于发现的巨人遗骨太多了 有学者认为 大约在一至三百万年前 世界上可能存在一个巨人时代 有科学数据表明 恐龙时代地球上的臭氧层质量很好 地球上的氧气也很充实 所以,那时候的生物都长得非常巨大 不管是地上走的 水里游的 还是天上飞的 都比现代的生物大好多呗 当然,巨人族不可能生活在恐龙时代 他们是在恐龙灭绝之后才出现 这就说明了 在远古时代很长的一段时间 地球的生态环境都是很好的 在全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中 都出现过巨人的身影 古希腊就有大地女神盖亚 受天神之血生下泰坦一族的传说 传说中的泰坦一族身材高大威猛 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最终由于实力太过强大 而被天神给流放了 再看古代的神话故事 其实创世神盘古 就是有史以来地位最高的一个超级巨人 而且了解山海经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巨人族在山海经中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比如身高万尺 夸富追日 山海经中记载夸富 就是出生在巨人国 中国的列子汤问里 也记载着一个巨人国 这个国家叫龙伯国 他们的族人体型极其巨大 他们进入大海 海水尚不能挤腰 但后来 由于巨人族四处作乱 天地很生气 就下令缩小了巨人族的身高 后来他们的身高 就慢慢变得跟我们一样了 还有在远古的中东地区 拥有先进科技的苏美尔文明 也留下了众多跟巨人有关的记载和壁画 四千多年前的泥石板上 就记载下来了阿努纳奇人的身世和经历 上面记载着阿努纳奇人是从天而降的神 他们身材高大 寿命特别长 那他们会不会就是那些最原始的巨人祖先呢 但现在的科学家们本着求时求真的精神 只要是没铁症 那就是不认可的状态 另外一点让很多科学家们不相信 史前巨人存在的原因 是一种现代人类疾病 这种病我们叫做巨人症 这种病症的表现 就是一个人的生长且身高 都明显高于其他普通人的体型 而且他们还多跟枝端肥大症一起并发 这样的患者会出现身高特别高 或者四肢特别巨大的现象 所以一些科学家就认为 我们现在发现的一些古代巨人的化石 很可能是一些当时患有疾病的人类骨骼 并不能证明过去真的有巨人这个种族存在过 说的也很有道理 不过化石的形成条件也很奇特 如果说这些疾病本身就十分罕见 那么这类患者的骨骼又刚好变成化石的几率 又有多少呢 应该是少之又少吧 那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巨人骨头出土的情况下 这个说法就有点多多少少站不住脚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